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说故事几年前,一位焦羊立军的粉丝,疯狂迷恋刘德华的故事。 她比现在的追星迷妹疯太多,先是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了华仔,然后生活就发生了改变,成天不工作不学习,不交朋友,为了见偶像一面,抱了一个9900的旅行团,此去没有见到。 过了六年,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,父母把房子卖了,搬进出租物,知道刘德华会在甘肃拍电影后,就每天站在八层楼上面,没等到,父亲曼盛陪她去香港多次。 在第三次的时候,属愿以偿,看见本人合影之后,她爸爸就留下一书走了,这下杨立军幡然醒悟,回家烧掉所有关于华仔的东西,开始工作,再认为父亲的死自己没有责任,都是媒体跟我偶像的问题。 很多人认为她是心里有一些问题,现在的她虽然曾经为了追刘德华,导致自己家破人亡,但还是跟母亲过得很好,所以收入不高,在世上,我还算满意,真的是可悲啊,你怎么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